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老王 老王不止三分钟 我们考验观众 看观众记不记得我们slogan 常常讲错你知道吗 老王给你问 这不是老王不止三分钟 老王给你问是什么时候 每个礼拜一下午4点 汇集了很多网友的问题 如果你想跟老王有 精神上 言语上的交流 那欢迎你到老王给你问的下面影片留言 每个礼拜一下午4点 记得要去看 那个他不是 他不是直播的 所以你 随时要看都可以 那就是礼拜一的下午4点之后 都会固定的这个播送 如果你要看直播的 要在线上 跟老王有更多的言语交流 跟老王有更多 不好意思 我已婚了 我也不能跟你心灵交流 我也不能跟你肉体交流 我们顶多 就文字的交流 那欢迎你现在 直播的时候在右边 跟老王一起 直播聊天 我本人就在线上 各位 现在回留言那个人是我本人 我本人 亲自来回 就跟你们直播 所以 我非常开心 现在我们大概 我们节目频道 保底 大概 一万一千个左右 线上人数 礼拜二 礼拜五 大家都数据happy比较少 但是最近礼拜五也不错 也都还有九千多人 八千多人 我们希望 继续加油 看看礼拜五能不能 冲到一万以上 今天应该比较多 对 但是我们要记品文 没有要记品文 没有要记品文 上次那个邀请 10位的这个粉丝 对 我们 预计是在2月份的时候 就农历 因为农历年前 我们比较忙 我们会员的事情比较忙 我们农历年后 我会请小编来去邀请你们 10位都有跟我们联络了 所以 其他人没抽到 不用想太多了 那就不干你们的事了 我们期待 我这里下记品文 好不好 下记品文 到2月有效 现在1月底而已 到2月 整个月 如果有哪一次直播 充上 一万五千人 线上 直播 线上 就再请一次10个 不同的10个人 好不好 再抽一次 效期到2月底 好不好 从现在开始 也就是说 today 今天 今天 贺教号会不会讲 不会 台语会不会讲 今天 今天 如果有线上 一万五千人看 马上再抽10位 一起来聚餐 下午茶 好不好 好 那讲完前面这么多 开始今天的直播 好 董哥 美股大跌之后又反弹 止跌了吗 好 美股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这个 道中止处 昨天的晚上 还没睡之前大家都很嗨 狂喷 猛喷 大家想说 一根藏黑下来 隔天一根藏黄上去 这叫吞噬 昨天一度还过这藏黑糕点 这叫吞噬 吞噬 美股 跌假的 就跟小编的问题一样 一根藏黑 又一根藏黄 那现在怎么看 即便到后来收藏长上影线 他也是涨了300多点 所以大家现在对美股会有期待 那我想跟你说 如果要谈入美股之前 包括我们这个 礼拜二也是跟大家讲 这一条 蓝色的这叫什么 长期的前高压力 这我们讲到烂掉了 你看 压力 一次两次 怎么测都不过的时候 最终就往下来寻找这个支撑 我们当初有说过 他的一个波段的支撑 包括过去都有洗盘的支撑 叫做月均线 礼拜二我们这样讲的 结果洗了一天之后 隔天正着反弹往上 盘中一路大涨 结果又收了长上影线 然后再隔天 也就是前一晚 这个长黑 请问这个长黑是不是下影线的长黑 不是 他是一个实体的长黑 我们常讲 如何分辨真正的突破 或真正的跌破 真正的突破就要有长虹或跳空吗 真正的跌破要怎样 长黑或跳空吗 那是跟黑黑下来 不就真正去跌破这个月均线了吗 过去都没有这种例子 盘中都有跌破 但是收盘都没贴破 那这个地方直接长黑下来 那请问怎么看 短线当然就转弱了 因为他从来没有 就最近几个月从来没有跌破玉均线 那这个地方跌破之后 那当然就转弱了 在这个地方我要跟大家讲一个重点就是 请问 我们有没有办法透过技术分析 或透过任何基本面去了解 这根长黑为什么出现 说实在很难 说实在东西猜的 我们只能怎样你知道吗 我们只能从技术面来看 过去会是一直提醒大家 这个叫做什么 前高压力 前高压力还没突破之前 我都告诉大家怎样 我说美股就是一个 整理的形态 高档震荡的形态 对不对 我们说你一定要等到美股可以怎样 长红或跳空 突破了前高的压力 那个才叫真正的翻多 才会再往上一波大涨 所以我们真正能靠 技术分析 做到的是 我们在这边 假设这是一档股票 假设这是一档股票 我们在这边不会去 随意轻易的 追多 比如说这种长红上来 不会去追在这个地方 他就没有突破嘛 对不对 那你在这个地方的操作 你也会非常的谨慎 因为一直没有突破 你会等到突破之后呢 再来做多 或者再来积极的加码 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操作 这下 这个也都是我们过去教的嘛 就前高压力的形态 所以在这个地方 如果有人跟你说他可以拆到这根长黑会下来 这个 那是他厉害 对我们不能说怎样 那是他厉害 我本来想说 那是 对我们 那是他厉害 但我跟老王这个节目这个频道就诚实 我绝对不会跟你讲说 哇厉害 我可以拆到这根长黑下来 我们没办法做这种事 你天天顺劳 这种事 做不来的 做不来的 但是我们可以告诉大家 你可以在这根长黑的时候 其实你的伤害没那么大 甚至你不会受伤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这个前高压力 有没有突破 没有 没有 你懂我意思了吗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有时候 懂得画趋势线 他不见得能让你抓到每一波的 你跟我说 假设我去放空他 然后这样大赚 那我 这个真的 你就很厉害 那对一般人来说 你不用做到这么厉害 你只要知道 这个地方 没有突破之前 不要太过积极 这个地方自然不会受众伤 那一样的道理 现在跌下来 昨天又大涨反弹了 你如何避免自己在昨天 这个 昨天盘中大涨的时候 如何避免自己去追高 有没有那个方法 第一个月均线已经跌破了 代表短线会转弱 那第二个 你可以参考什么 那这里 我把这个图给大家看 昨天 前晚 这根长黑 有没有爆量 有 是波段的 最大量 我每次讲成交量 我说爆大量就参考意义 大量的高点 如果是黑K 大量的高点 就会形成什么 压力 大量高点压力在哪 在这里 昨天是碰到这个地方 跌破月均线 月均线会变压力 所以这等于有双重压力 你要抢反弹 你也是昨天这边去抢 你怎么可能 到了这个双重压力的时候去抢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是不是透过技术分析 透过这种成交量的判断 可以让你避免去 追高在这个地方 追高在 这个反弹的地方 对不对 就是为什么你要看我的节目 为什么我们要学技术分析 应用在 不只是台股 各个全球的股市的东西 也都可以来这样分析 好 大量的低点是 什么 支撑 也不是说支撑 就是说 他包挡爆大量 基本上要挂 但是他如果走出低点的话 还能反弹 应该是这样讲比较正确 因为红K爆量的低点才是支撑 黑K就是观察 他低点支撑在这个地方 所以意思是低点如果再跌破 那这一根爆大量不就全部怎样 套牢 套牢就再往下跌 那季军线就岌岌可危 必然就会来碰到甚至跌破 你听懂意思吗 微幅的跌破 或者是碰到 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 现在最好的状态 大家最期待就是 虽然只会所有长上引线 但是要是地点守住 那请问小编未来会怎样发展 就是 形成怎样 在 越军线跟这个大量地点的 什么 区间震荡 那因为季军线会一路的往上 所以我们直接可以撑 美股道琼 他未来可能就是比较偏向 越季军线的区间震荡 这样可以接受吗 因为这季军线会慢慢上来 好的 既然是区间震荡 那就方向就是在整理 那你要等他什么时候才会有一波新的大涨 一样 你不但要站回越军线 你还在把这个前高压力给突破 这很简单的逻辑 那 比较担心的是 会不会来一波 比较大的大跌 上次我们有说过这边越军线要熟 因为越军线一不熟 你看是不是藏黑就下来了 因为过去都没有跌破 这要惯性的结束 但是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我今天在路上 开车来普惠的过程当中 我看到一台车 那我就可以乡行车 然后他上面就是 提那个圣经说什么 他就说什么 世界末日快来了 然后说耶稣 灾难只会更多 有没有 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是基督教徒 但是那一台车就这样贴 如果 如果 什么时候 灾难只会更多 你以为这样就灾难就结束了吗 那是跌破越军线而已 这张图 这一个咖啡车叫寄军线 你可以发现 道琼 从去年的5月以来 就再也没跌破寄军线 有 只有两次 抱歉 有两次在这个地方跌破 其他都没有跌破 那没有跌破是不是就怎么 不管怎么跌破越军线就持续往上 但这两个地方基督线跌破 这个跌破大概一个礼拜就站回来了 有没有 这个跌破了两个礼拜才站回来 你可以观察 每一次跌破基督线的时候 就短线两三天 或一个礼拜至两个礼拜 是不是都有做震荡的修正整理 那这里是荷力加债 它有在反弹上来 那这边 这个有没有印象 去年 去年我们的封关的时候 美股就是这样跌的 对 然后我们回来就挂了 他用一个 有没有 各位仔细看这个地方 不用放大吧 一个跳空什么 缺口 我们说均线要实质跌破 叫什么 一个长黑或什么 跳空缺口 它是不是跳空缺口 对 所以 这边很关键 轻一点 整理个三到 十天左右 交易日 重一点 所以我们要一个基本的逻辑知识 什么时候灾难会来了 他只要跌破 我这里指的跌破是要有长黑 这里都有出现长黑 指的不是稍微打到 打到没关系 摸到 因为这个基督线是翻扬的 摸到没关系 如果来个长黑 或跳空缺口 你不要去预设说什么 搞不好就算这两次 短短几天就站上 不用预测你知道吗 如果跌破你要怎么办 先跑就对了 你懂意思吗 先走先贏 你等他重新站回来 再回来积极看多美股 这样可不可以 可以 很简单 很轻松啦 所以我这个是但书 我先讲在前面 我怕你们 到时候脚麻 这里如果第一天脚麻的人 后面你也不用跑了 这两个是 这一天是还好 你没跑还没关系 这个你可能会受了一点伤 我不知道这一次会怎样 但是不管你 就不用去预设结果 先跑就对 这个就好像我们上礼拜 三 贵买是灌破这个越军线 对 参生无奈 我是不是叫会员怎样 出清空手 所以这一波你说这一波的大跌 就这个礼拜跌那么惨 老王的会员 我礼拜就跟你讲了 我的会员没有持股 因为我就叫他们出清了 出清之后我也没再叫他们买 因为我跟你讲过多次 我觉得这个 高档的压力还在 要紧 我跟我的一般的会员 就是没有持股会员 跟他讲你要谨慎小心 虽然贵买还回到越军线 但也是只能三成以下 那甚至我还说 如果你手脚比较慢 你就直接空手就好了 对不对 你是会员都可以帮我作证 所以这波 不会受伤啊 我们只有一档 就是2599以上 比较高阶会员的 就在礼拜二大跌的时候 我叫他们进去 减一档股票 我们有推荐他 波段的持股 很神奇 就这两天 就这两天 礼拜四跟礼拜五 加起来 好像没有跌 还小涨一点点 我不知道 至少一定是没跌的 因为昨天 小跌2% 今天涨了2%多 加起来没跌 我不是在开玩笑 这不是重点 这等下后面再聊 我的重点是在于 我上礼拜三叫会员出掉持股之后 那个是什么动作 就是预防的动作嘛 对不对 我怎么知道他是会马上站起来还是会马上跌下去 结果 你们自己看嘛 礼拜三卖掉了一堆股票 后来即便贵买一度反弹上来 但是现在就下去了 当时礼拜三你卖掉了一堆股票 现在什么情况 很惨 等下我们后面举例 台国的部分再讲 好 那回过台海看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预防性的策略要做出来 如果跌破基金线你要注意 我们要避免掉 你万万要避免掉这种的 OK 好 那来看一下 这个道琼刚才讲完看一下 NASDAQ的部分 他就是一个 突破前高的形态 所以前高颈线是支撑 缺口是什么 也是支撑 这个我们讲很多次了 这边刚好又一条什么 蓝色的线叫越均线 等同 三重支撑 都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如果这个地方哪一根 长黑或跳空灌破 那代表什么意思 那连NASDAQ短线也get over 道琼早就跌破越均线了 那萨克还没 所以他搞不好 他搞不好还可以反弹 但是 你就不要看到一根长黑或跳空下 好 我要给你讲 但是 万一他反而上去 难道就翻多了吗 守住缺口 守住这上去就翻多了吗 你要特别注意个地方 这里有个 空方缺口 这个缺口 必须要怎样 封闭 反正你要记得 看到缺口就先尊重 缺口 一定要封闭 那个趋势才会 扭转 所以这样 懂了吗 所以要好一点 他就在这个地方做区间震荡 OK 那强一点就把这个缺口封了嘛 就在有机会挑战前高 那我把下面这个全部灌破 要注意 美国的大型科技股 可能在财报之后 就会有比较大的回荡 但前提我说就是把这边灌破 OK 好 再来看这个 非诚半导体指数的部分 过去这一路请问我们都告诉大家你要看哪两条均线 五日跟十日 五日跟十日嘛 短线看五日你看五日就一路沿着过来 在这边看十日 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来了 这一条 叫十日均线喔 请问 在大跌之前 这根长黑 有没有跌破 有没有跌破五日跟跌破十日的 有 跌破了吗 隔壁就下来了 好 所以请问你 用两条均线来看 管不管用 管用 这根还收缴喔 这根盘中有跌破但收缴喔 这根就下去了吗 收盘就收盘就跌破了吗 好 那接下来怎么看 月均线有没有机会第一次碰到止跌 先讨论一件事情 把这个缺口封了 我们才会说月均线有支撑 有机会再 来一个反弹 那你听错吧 那万一缺口没封呢 你月均线你就要无事 无事于月均线的支撑 懂吗 昨天 我在粉丝团 还有我在我自己会的五报 我怎么跟你们说的 我是不是说 今天大盘台北股市 有一个空方缺口 所以我说你要无事 缺口的支撑 小编伙是不是这样讲的 抱歉 无事月均线的支撑 对 我是不是这样讲的 各位观众 你不是会员的 没关系 因为我在粉丝团也有讲一模一样话 这一样嘛 你现在不要预设这里有支撑 不要 台积电跌到月均线的会不会有支撑 你要不要预设它 如果假设它有缺口 或有什么形态的变化 你当然不要预设月均线的支撑啊 所以请等到 缺口封闭 好 那 刚才看到这个NASDAQ指数的部分 因为我们说 这个 道琼现在看基均线嘛 对 那NASDAQ因为过去都在守住月均线 都在守住 所以我现在跟大家 重回来看 抱歉因为 所以在非半不小心插在前面这个帕 这个NASDAQ我觉得有必要帮再帮大家补充更清楚一点 为什么我刚才说 那个跌破月均线会小心game over 你可以仔细看下去 从去年的6月以来 每一次NASDAQ的回答 每一次 只要可以守住月均线都怎样 往上场 对 跌破 修正 跌破 修正 守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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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住就往上 有没有 所以他是不是也跟道琼一样 万一道琼跌破基均线就一定会有修正 那 万一 拉斯达克跌破月均线 也会有修正 所以你还是要 留意要 到时候万一真的有跌破要避开 没跌破当然没事 没跌破不就是 继续往上 这样会判断吗 特别给两张图跟道琼的基均线 跟这个纳斯达克月均线 给各位观众做个认真的参考 那最后来讲这个SMP500指数的部分 这个突破前高 震荡原本还守住颈线 守住这个月均线 结果再下来 这根长黑 带个跳空 那这个颈线不就被跌破了吗 同时这叫月均线 月均线 也是被跌破了 那这个地方怎么办 带跳空 所以跳空缺口具备什么 压力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缺口压力给补了 才可以说他重新站上月均线 颈线跟 这个缺口的多方支撑 这样听到没有 所以短线我看美股有很重要的结论 很多的指数都出现了缺口 那有缺口一定要把缺口封闭 你再来看他的支撑 缺口没有封闭之前 像昨天的反弹 都没有封闭缺口 你很急 很急的去追多的 你不就是挂在短线的高点了吗 所以就是这样看 那下面的话 支撑有看月均线有看基均线的 你就要注意不能跌破 跌破的话 还会有 修正 那也就是说什么 后面还有 更多的灾难 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了 然后呢 我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 这边 跟拉斯达克一样 SMP现在短线这个 已经跌破月均线了 对 他如果一直站不回来 你要注意这件事情 过去SMP的涨势 这边如果都守住月均线 都守住月均线 就一路往上 那万一跌破月均线 他跌破的次数还比较多 他1234 跌破4次 比拉斯达克多一点 对 但是每一次跌破都有怎样 有没有修正 有 即便是短期的两三天的修正 也是有修正 对 好几天的修正 长期的修正 都是有修正 所以现在就 SMP500指数来说 你要小心 他已经跌破月均线了 除非把缺口封闭了 不然 不然 他就会出现这种的 等幅大小不一定的修正 要特别注意 好董哥 港股跌破10日均线之后 真的大跌了 后市该怎么看呢 港股部分 刚才小编说了 跌破10日均线 因为我记得你每次都关键 上一次 还真的关键 你看这个 他是礼拜二还没跌破 礼拜三 就这个礼拜三 一样 从这边一路以来 我叫你沿着5日均线 对不对 5日均线他就没有破嘛 你看他真的是一路沿着5日均线 到这个地方跌破 那我们说5日均线在高档跌破之后呢 你要注意他可能高档会转震荡了 所以他要想办法把前高压力突破 他前高突破不了嘛 所以要回档下来 那你就只能看波段的10日均线 我这个东西讲过去 我跟你讲过的事 那10日均线在礼拜三的时候 不就跌破了 5日均线早就跌破了 那10日均线跌破 那 过去我一直跟你讲的波段滋生10日均线跌破 那当然就转弱嘛 所以他就往下来跌 跌到哪边 均线的理论很简单嘛 先找5日跌破找10日 10日跌破找哪里 约均线 那同时我们过去跟大家讲过 这边还有个多方缺口 对不对 多方缺口横在这 所以说如果跌破10日均线 但是他还可以守住这个多方缺口的话 还OK 还OK 问题是 昨天的直接往下 请问缺口封了没 没有 这要打人 这个真的要打人 来 各位观众 各位观众 小编怕你们太无聊 我再问一次 昨天 长黑下来 我先 小编这个 收含架在哪 收含架在那个 收含架在这里嘛 对 缺口低点在这吧 对 请问有没有封闭啦 有 这个太简单的问题 这个要答错 这个真的要练功夫还怎么去 这个真的要练功夫 我错了 我有用感情在 有感受到 有用感情在 一次两支才会舒服 对 一次两支才会舒服 这什么 双刀流是不是 我是说 这个 一次两支才会舒服 不要五花 大家应该想过来 不要五花 九点半的节目 所以你要记得 就是这样 缺口 这怎么会不封闭 就封闭了吗 封闭了 那当然短线就 转弱 接近继续跌 那你说 那这个地方怎么办 跌破五日十日之后 我就不用再看他了吗 跌破十日之后 港股就 GAME OVER 不用再看了吗 反正缺口也封了 这个地方 你当然先看这个 越军线有没有支撑吗 对 有支撑就有反弹 没支撑就往下 那 可是要有判断重点 什么判断重点 把我过去货柜航运 跟跪满市场那一招 拿出来用 他要能够来个反弹 上面五日跟十日军线要不要尊重一下 要 所以要尊重五日跟十日 他的反弹 如果没办法站上 五日跟十日短期军线 那就没有三洋开泰的形态 这时候你要不要随便的去看多强反弹 不要 这样好不好 很清楚了 所以五日跟十日会是越军线这个地方 有没有顺利 大涨或顺利反弹的一个关键 如果都没有 也许撑个一两天之后 还会再往下 这是你要特别注意的 董哥那入股也跌破了越军线 接下来该怎么看 入股的话 今天比较完整 今天 我记得有中国A50指数 也有上证指数 中国A50指数的部分 来过来看 过去这一波也是告诉大家 看五日跟十日 那这边跌破十日之后 我们说高档五日十日跌破之后就转震荡 所以你要变成来 形态来看看这个前高压力 我现在讲的也都是我过去讲过的 现在前高压力是不是没过 我礼拜二就告诉大家前高压力没过嘛 礼拜二有讲 我说你要等它突破才会再来一波嘛 结果过不了之后 往下 过不了不打紧往下还又把五日跟十日给跌破 而且这一次 连越军线都跌破了 各位观众 现在这个形态 股价跌破五日十日二十日三条短期军线 请问这叫哪四个字 三生无奈 讲好 我不想再打你 好不好 三生无奈 三生无奈 等下你去说那个 老板虐待员工 开玩笑啦 来 我才刚 上礼拜被你打而已 对不对 我今天要再打回来 你上礼拜打我跪买 因为很多股票都崩了 我是对的 跌回来 这个叫三生无奈 三生无奈最简单怎么办 要等它重新站回怎样 三条均线 才能止跌才能翻多嘛 那我们上次有在跟大家讲 这边还有个 区间下缘 对不对 所以你要注意 它不但是跌破所有均线 它现在连这个区间的下缘 也怎样 昨天也跌破了 那今天是不是一度反弹 可是到目前 我们在分析这个时候 它有没有站回这个区间下缘 没有 所以请注意 这边 要上 中国A50指数要止跌 转强 这个是指数 这不是期货 指数 就一定要把区间上缘站上去 下缘站上去之外 还要能够站上这三条均线 那么才是真正的止跌 然后要反弹 那听话吗 好 上升指数的部分 一样上次有跟大家讲 就是这前高压力 你看 小编你看 从刚才我们讲美股到穷 到这边 到一堆 到港股 到中国股市 到A50 你用了 我们用了多少前高压力没突破的形态 一坨那坨 我们台湾的贵买市场 不是也是前高压力没突破 对 所以 各位 你看我这里看久了 你就像连续去你每个礼拜二每个礼拜五固定来看直播 我可以跟你保证 保证什么 不是保证赚钱 有啦我只会给你保证赔钱 我都跟我会员保证会赔钱 我保证你什么 你就学到东西 你看久就知道说前高压力要过你才能怎样 积极嘛 你在这边不可能去重压一堆入股的ETF嘛 对不对 都来到高点的压力区了 我们也是这样跟大家讲的 等一下 我们过去讲说 这中国上证指数 这边就是看五日跟十日 波段就看十日 那他就一路守住十日均线 然后到这个地方 过不去了 高点压力过不去了 杀下来 这边不就跌破了十日均线了吗 对 所以跌破十日过去一直跟你讲十日 你要不要懂得要保守一点 要好 那 如果你不保守 就往下跌 往下跌又跌到哪边了 跌到了这个 越军线 想说越军线 应该有支撑因为两条很近嘛 所以直接看越军线我也就OK 但是昨天 又把越军线给跌破了 所以请问现在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三生无奈 对 三生无奈 只有三条 如果四条叫四面楚歌 对 这个叫三生无奈 那现在怎么办 很简单嘛 化解 三生无奈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怎样 全部站上去 扭转变成什么 三阳开胎 所以你 他这边强势 这边录 这个我们老王 这个我们节目一直在讲一直在讲录一天 假设你这边都有赚到钱的话 这边就暂时 空手了 他 10日就破了 越军线也破了 10日就是我过去一直跟你讲要看10日 他也破了 所以 你说那这边都不要做没关系啊 你入股ETF就休息嘛 他的弱势整理就让他整理嘛 你等他什么时候 重新站回来所有均线 甚至你直接等到他突破这个前高压力突破 再来做多相关的入股ETF 可不可以 可以 做股票不是每天都在做股票 我们会员已经空手一个多礼拜 对不对 大家 开开心心 对吧 我是说持股的会员就是我带进出的会员啦 我都没有推给他们股票 对不对 2599以上有一档而已 等下再聊 但是就是一般的999会员 没有推给他热配档股票 空手也很轻松 对 这样跌下来大家轻松 满手现金那干嘛 满手现金要 等过年 你还记得我们 我们 两个多礼拜前 然后我也是满手现金 后来我们一出手 走人 我家隔壁会修处嘛 对 那一天 三档股票涨停板 同一天 这是满手现金的好处嘛 你现在满手股票套牢 你现在怎么办 完了 在想怎么样解套 会员不是 在想 哪一支 跌到价值超低估了 应该 这个有机会 逢低满进 大家在想这个事情 想的事情完全不一样 那这个年呢 到底好不好过呢 也会完全不一样 对 所以这个 如果啦 如果你这一波没有闪过 所谓的 下跌啦 你是满手股票的 或是跟着别人做满手股票的 你可以考虑 老王的会员 对 因为我是 我之前答应过你嘛 我最厉害就是躲开风险嘛 你不觉得很奇怪小编 每一次台股大跌的时候 我的会员都没股票 就这么刚好 没错 几乎每一次 几乎啦 上次也是啊 上次贵买跟大盘大跌 你记得吗 各位观众记得吗 我现在讲话 我会员都在线上看 我会员都可以作证 没错 我们的999的会员是完全没有股票的 就从上次我喊出清之后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那不就躲开了吗 那说老王你不够厉害你要放空啊 这个真的是我不足够的地方 我会继续学习 我会继续学习 可是我们没有赔啊 对 对吧 对不对 我只是没放空而已啊 更何况很多人也不放空啊 对不对 没关系 因为台股也还没叫崩盘嘛 对 我上次有讲 我礼拜有讲 崩盘 如果哪天崩盘不再放空嘛 现在就是涨多的回档修正而已啊 对不对 所以 我没有 我没有 这个 在短线去放空 我再检讨 老王本人在检讨 但是我是因为认为台肢多方趋势啦 长线多方趋势 所以我就没有放空嘛 代货也去放空 OK啦 反正至少呢 我觉得 就讲 就是 你不用每天 假设这样 你当他转弱的时候 或当盘式转弱的时候 你就不用每天去那边操作 因为你怎么操作 昨天看到大铁人很开心对不对 想说 那我去抢个反弹对不对 今天手被垫到 所以 垫麻了 对 所以就是 有时候 空手一点 然后盘中 泡杯咖啡 吃点点心蛋糕 人生多血液 对不对 董哥 台股今天开高走低 收最低 震幅快500点 是要崩盘了吗 台语不会讲 是要崩盘 崩盘 崩盘 你讲这个崩盘 开辣 是要崩盘 跟你讲啦 今天收最低 礼拜一你有低点的啦 你闭眼睛猜就知道了 直接议员了 开玩笑 我不看单一K棒的啦 我是讲 我是学那个单一K棒的啦 就只看单一K棒的啦 一定讲 今天收最低嘛 礼拜一有低点啦 礼拜一小跌个一点也是有低点啦 你听得懂吗 但看单一K棒是这样 我不看单一K棒了 我们看趋势的 趋势就这样 这个 我们一个人来解说 如果你是看老王直播的 就指数而言 你能不能躲过这两天的大跌 就指数而言 看直播的 不是会演的 会演一定可以躲掉 我说如果是直播的 你可不可以 一定可以啊 因为 我在礼拜二的直播 就我跟你讲 台股已经突破失败了 我们来看 VCR 有没有跌破十字均线 有 那跌破十字均线代表什么意义啊 代表 我们本来是这个蓝线这一条嘛 我们说他突破 突破这个前高嘛 那跌下来呢 假设这个还没出现的时候 守住十字均线 我们上礼拜有讲到 守住十字均线 我们还可以接受他 还不算是一个突破失败嘛 还可以接受他 因为还有十字均线 就今天把他跌破 我们等于是确立了这里的突破 就是怎样 突破失败 突破失败就要 重则 拉回大幅的回档 轻则怎样 成盘做震荡 所以在这个地方 短期间 要再快速去 过高 我觉得有难度 嘿 有吗 有 上礼拜五 这礼拜二 上礼拜五是跟你说 跌下来了 警线了 要观察哪一条均线 10 10跌破 小心 就是突破失败 那礼拜二已经跌破了嘛 所以礼拜五就给你缺认 就你刚才看到VCR 砰 好 所以就台股而言 这次老公看的蛮准的 对不对 避开这一段 这样是价值连城了 你也有加入我的会员的 我们在这一天的盘中就跟你讲 突破失败 你早就知道是突破失败 你可能手上股票都要清一清 就必派 赚钱不厉害 卖股票才是师傅 你知道吗 很多人 可能多头的时候赚了很多钱 一次空头就结束了 毕业 所以这个 还没 还没 还没想清楚的 好好思考一下 好不好思考什么 思考 你为什么这里 看了老王的指数 直播 都看了直播 只顾了在聊天是聊天 完全忘记老公讲 突破失败这件事情 好不好 开玩笑的 我们回过台看 那 这个地方 这个是前高颈线 他是突破失败 因为突破失败 就确定突破失败 每次的突破失败 或假突破 本来回档的速度就怎样 比较大 回了下来之后呢 这个是 前波的第一点 我们上次有说到 越均线 有没有支撑的话 我们可以容许短暂跌破 为什么因为要维持翻氧 那观察 怎么样情况可以维持他短暂跌破 就是这个前波的地点 结果 一根藏了下来 哇 get over 所以今天呢 我请问 今天的台股 为什么会杀尾盘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 原本 你仔细看早上都还在这边 死守 对 午盘就有人放弃了 那放弃 全市场的人 我教过的是 软体的设计都会抓前高前低 这个前低破了 一堆软体会怎样 赶快卖 所以后来 一点之后杀很凶 关键点在这个地点跌破 因为大家都会设定这里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越均线跌破 这个地方我要跟大家讲 约中选 你其实不用等到这里跌破 你才懂得要逃难 为什么 老王 越均线不是通常翻阳会有支撑吗 对 教科书上教的是这样 但是因为昨天台股出现一个 关键的变化 什么关键的变化 你有看这个吗 缺口 这是什么 跳功缺口 我教过上万次嘛 缺口代表趋势的扭转 代表趋势的延续 这个下跌趋势嘛 下跌嘛 这个跳功趋势的延续 我昨天在粉丝团跟在我的会员 我怎么讲的 我就是说 今天台股出现空方缺口 所以你要把越均线 无视 越均线就看成没有支撑 对不对 我昨天是不是这样讲的 各位粉丝 我在粉丝团这样写 那我通知我的 3999的会员 就是有简讯通知的会员 跟他们讲说 一张股票都不能买 缺口没有封闭之前 没有止跌 对不对 昨天都这样讲的 我昨天不是叫你说什么 小跌小买大跌大买 难得回撤越均线一定要买爆他 那今天跌更惨 今天感觉更惨 因为今天开高走低 那你去想反弹 你又套牢了 对不对 所以短线台股怎么看 这个连前地都破了嘛 就比较不妙 你最简单还是要回到这个 你要回到一线上来 你还是要把这个缺口给封闭嘛 如果没封闭 你就 任何的反弹都稍然误动 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缺口 就跟道琼跟美股一样 纳斯达克一样 好 那 讲完了 那人们说 太快了 老王 那你帮我讲一下 这个 下面的支撑在哪 不是啊 跌是看撑还是看压 看压 跌是看压不看撑 我就跟你讲了 你不用去管他下去要笑他多远 反正你从技术分析 从均线的理论来说 越均线跌破就会往哪边走 基均线 这样你会跌这件事就好了 短期最差就来基均线嘛 对不对 那有可能他卡住就不去基均线 他就反弹上来啊 那你要不要太过心动 不用 因为他有留下 他的空方缺口 你缺口给他封了 或你有本事再重新站回来 这个前面的低点 在这地方 其实站的低点没用啦 你还是要把缺口给他 封闭 这个才是个重点 所以我不要跟你探讨什么 下面的支撑在哪 那没需要 OK 没需要 大家看贵买市场部分 今天也是 冠破了的前博地点 这个 这几天 我们之前告诉大家你要注意 虽然重新站回来 但是前坡的高点压力都没过 你要谨慎 要小心啦 你只能维持三层以下 那我在这边也跟我会员交代 如果你这样 一下 一下 以上 你这样买 depths 觉得很累的 请你就保持空手 小编 GT 有 我说直接保持空手就好 有没有 ひях 那在這個地方我們上次的禮拜二直播就跟大家講 你月均線你不要看月均線買進月均線賣出 就是說你千萬不要做這個動作 你只能月均線以上你可以選擇有一些好股票 你還可以做佈局然後你也可以賣出 但是在月均線以下你要記得我一句話 我說什麼月均線以下叫做只出不進 就你本來已經三成十股以下了 已經很少了你還只能怎樣 怎樣只能出不能進 那如果像這種集聯下來 你所有股票都破月均線破五日都停損完的了 你就是空手了對不對 就是這樣我想我給會員的清損 那我那天這個禮拜二的直播也是跟大家這樣講 我說月均線就當做一個多空的強弱參考 如果他跌破月均線你要小心比就容易怎樣 往下去灌破區間 如果在月均線上容易就比較有機會再去挑戰高點 就這樣嘛 那請問昨天有沒有跌破月均線呢 有 那跌破月均線不就說他方向比較已經往下了嗎 今天就灌破了 今天就灌破了 我們當時在這一根長黑 叫會員 有池果會員 我今天講很多次了 因為真的要講很多次 讓你們清楚一下 我們的會員是很safe的 今天叫會員出清 出清完了呢 給我反彈上來 看指數看起來老王被嘎對不對 對 其實一堆股票都在跌 到跌到今天 哇塞 你知道我們現在很多會員來感謝我 老王啊 還好你禮拜三有時候可以出清啊 那 如果是一般會員 399跟99會員 我們是提醒他們說 你們雖然站回來 可以維持三 但是只能三成一下 你要買股票還是只能三成一下 但是你要注意 要謹慎要保守 所以我覺得 就這一整波的操作來說 我們的會員 收藏是非常小的 那我們只有 我還是要強調一下 我們的2599以上 就比較高階的會員 我們還是有一檔股票的 那檔股票 我不是這樣套下來買的 我是禮拜二 看到台股大跌的時候 推薦他們去買進 做波段的持股 做波段 然後這兩檔股票 我前面講過 我現在再講一次 那這一檔 這一檔股票 昨天 昨天跌多少跌 300多 對 小跌2% 左右 2%而已 今天 逆勢上漲 2% 還多一點 所以兩天加起來 やめ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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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檔 我會員 全部的會員 唯一 只有一檔持股 到現在還抱著了 這兩天沒有跌 就這兩天沒有跌 可以嗎 可以 小片槍可以嗎 會員們 現在線上的2599以上 的3999 你們可以接受我這樣的 可以吧 我感覺很厲害 你不能奢望我這兩天 會有漲停板的 難啦 我覺得這樣持平我很屌 很強了 那就看看下禮拜 台股有沒有機會反彈 對 但不要預設反彈 好 那我都交代完了 那我回過台 所以 像昨天我就告訴我們的會員 這個 你如果破線 也要趕快出一出 那基本上現在就是 你都已經出光了 你如果已經都出光了 你就繼續空手 那如果你還有持股的 如果你手上還有持股 我要提醒各位 我也是會跟會員這樣講 如果你手上還有持股的 可能剩一層的啦 或兩層 只要很少的話 你就看啦 你的股票如果已經跌到月均線 或跌到基金線的 你不用砍了 就不用短線急的殺低了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一條叫做基金線 假設你前面都沒砍了 你現在不用殺 因為基金線就長期的支撐 基金線容易 不見得一定 容易會有支撐 那個支撐位置 你剛好過來 我們用量價累積圖 這張圖很久沒出現了 這個叫量價累積圖 那量價累積圖 代表 這個價格裡面 堆疊的成交量 我們說有量 就是有人去買 有人去賣嘛 所以它就會有一個共識 會有一個共同的支撐 或共同的壓力在那個地方 量越大的地方 如果可以守住 那就代表 這個量是有支撐的 那如果萬一跌破這個大量位置 這個量就變成什麼 壓力 所以你以這樣來看 這邊是不是整理很久 這一段就具備支撐 那目前已經殺到這個地方來了 這個段大概這樣 這一段的整理 大概位置是這樣 我們把它延續過去 它不是很剛好 就一定是在橘色這一塊 它稍微往下一點 大概像這個段落這樣 所以如果在這個range 其實是比較有機會 比如說禮拜一再殺一根這樣 或禮拜二再殺一根 有機會在這個地方 稍微止住了 那有些個股 因為它跌深了 容易會反彈 我們舉例 友達今天早盤不是大漲嗎 對 它前一天就跌到月均線了 如果你在月均線的地方去砍它 就有點沒意義 今天大漲你不要很歐 還有像這個群創跟 群創跟彩晶 昨天是不是都跌到基金線了 對 今天是不是都出現反彈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它雖然是弱勢股 但是它如果反彈的時候 你在處理會比較有尊嚴 尊嚴 那你的意思是股票 不是啊 我的意思是股票剛跌破月均線的時候 或剛跌破基金線的時候 你要趕快砍 你聽得懂這意思嗎 如果你都沒砍了 到了今天了 請你看一下你的位置 如果今天是剛剛跌破 你還是要跑 如果今天是剛剛跌破 那如果已經來到 就已經 先撐著吧 也只能這樣 好不好 因為這個量價的意圖 那現在給大家注意看 我們說掌勢是看什麼 看壓不看撐 跌勢 跌勢看壓不看撐 對 所以你不要太一廂 我現在是跟你分析 但你不要太一廂情願 我這個分析的意思是叫 很多股票你套牢沒有賣的 不要急著插跌 但我不是叫空手繼續買 我也還沒叫會員繼續買 你不要會錯我的意 因為萬一 萬一沒有守住 這個大量位置在這個位置 萬一跌破怎麼辦 有些同學可能不會這個圖 我只會再講久一點 你有沒有發現這邊沒有成交量 對 下一個最大大量在哪個地方 那就是這裡是空的 對 那就很容易 萬一這個地方守不住 就很容易 那個下來速度就很快 因為他會去找他的支撐 那下一個支撐就在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堆疊很多成交量 這邊盤整很久 對 所以這邊也許會是一個超長線 我現在是超長線的一個很重要的支撐地帶 可是你要想你的股票如果從這個地方 貴買市場如果從這個地方摔到這個地方 你可能已經畢業兩次以上 對不對 所以 空手的 還不到 不用急著搶便宜 真的 跌身的 他如果萬一有機會在這邊反彈 股票你也是反彈做處理 非常清楚 所以 這個 不管是大盤 還是貴買 在本週都遇到一個比較嚴重的逆風 如果你在這個禮拜 你是我的會員的 你順利躲過的 非常恭喜你 我也很謝謝你選擇老王當你的頭顧分析師 你要想一件事情 上禮拜三 我們叫會員把持股 他手上的持股粗掉的時候 我是引來很多幾個 幾個會員的不滿 他覺得說 隔天 隔三天 隔兩天 貴買就漲上來了 我要是不要砍再低點 就可以多賺一點錢 或少賠一點 但是各位殊不知 一個禮拜過去了 現在變成感謝老王了 真的 還好有賣 你聽得懂意思嗎 對 就是這樣 那一天的節目你們還記得嗎 我是不是叫小編問我 小編就叫小編問說 如果這個型態再來100次 我也還是叫你賣 對 貴買 貴買在哪邊 貴買這個 這邊跌破玉君先賣對不對 對 這邊再跌破一次 這邊再跌破一次 總共跌了三次 有沒有等到一次了 有 這次被洗 這一次 稍微反彈 這一次就下去了 這是技術分析告訴你的道理 也許你會被洗 也許你會被喬笑 但是你會抓到一個 你會避開一個 最大的一段跌幅 這樣對不對 對 我永遠都是站在最高的風險 來替會員把持財富的 我想這就是 為什麼要加入老王投顧的最大價值 董哥 台積電今天跌破月君線了 但是螞蟻還是一直在搬向 看來這個殺雞盤會持續 好 我們看一下 這個小編問題很不錯 就螞蟻搬向 就是我們禮拜二的題目 螞蟻搬向 等一下再給大家看螞蟻搬向 現在搬到哪裡 我們就直接看 回顧就好 台積電這一波 是不是一直告訴大家 短線看哪一條均線 五日均線 我說做波段看月均線 那短線看五日 那你做短線的人 五日均線破 你一定要先跑 我們只這樣講 你看 就這禮拜一 我禮拜二還再講一次 禮拜一是不是一個跳空 有沒有跌破五日均線 有 就帥了 這樣下來 對六八八 現在不到六百了 這點很重 重點來了 重點來了 昨天是來到月均線 對 如果你單純看技術分析 月均線 翻揚 是不是應該進場 合理是這樣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要教大家一個重要主題 各位 今天筆記拿出來 這一集你就學到了 技術分析 在看均線的時候 強烈建議你 要把籌碼拿進來參考 這我們過去也講過很多次 投信 如果投信原本買超股票 沿著十字均線對不對 萬一投信賣超了 那個十字均線 就很容易怎樣 跌破 一樣到你回過頭來看 這條均線 月均線看起來本來應該要有支撐 昨天遮起來要不要有支撐 早上也真的有反彈 對 但是如果你注意到 我們禮拜二跟大家講的 小篇跟大家講的 小篇跟大家講的 螞蟻搬向啊 外資 一路賣啊 昨天外資在幹嘛 賣 融資在幹嘛 增加 我禮拜二就告訴你要小心 螞蟻搬向這件事情 對 對不對 你在看到融資結構沒有轉 外資每天倒垃圾 融資每天撿垃圾 對不對 對 那就這樣 請注意喔 我不是在罵台積電垃圾 觀眾不要誤會 我是舉例喔 他垃圾意思就是 感覺他在倒 因為他倒很快 是怎樣 昨天連電倒十幾萬張耶 這樣倒垃圾 對不對 對 你倒都不用錢 我的意思是倒都不用錢 倒垃圾 你又差不多 連電倒十幾萬張是怎樣 反正今天倒幾個 今天倒二十萬 我材料倒一百萬張啦 冷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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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材料給你倒二十萬張來看一下 冷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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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替散戶發送 我不會送 回來 回來 那沒關係 你就一定要看到 外資轉買 至少或者你看他融資退了 融資現在打死不退 這個每天跌融資每天增加耶 這個籌碼是對的嗎 不對 我今天再拿一張比較大的圖 這個圖 我們的會員已經看過了 這是為什麼要加入老王會員 即便是399的最基本的五報 你都可以領先在老王這個YouTuber之前 看到很多圖片 我老王已經很佛了 我都把很多會員的東西拿出來 一般的影片 你不要收錢 就是這樣 free的喔 但是會員會有一些 有些時候會員會有時間差 像這個我早就跟他們講過了 我就說你注意看啊 來 這一波崩跌 去年的崩跌 外資幹嘛 每天到 每天到 農資在幹嘛 每天買 下面一樣是農資 每天買 結果股價是怎樣 往下跌 那再看過來這邊 股價是不是拉出一波大漲了 對 那融資呢 融資從這邊 這邊的反彈 我們先看這邊的反彈 融資是不是就快速往下跑 對 那外資回來買 融資往下跑 股價就反彈上去 你有沒有看到 有 再看這邊 台積電是不是做噴出 對 外資在幹嘛 買 融資在幹嘛 賣 所以在台積電的融資 那一群融資 那這些螞蟻 那這些螞蟻 都是屬於被電的比較多 你不要看這個 你不要看曾經 曾經這邊 螞蟻好像戰勝了大象 現在大象已經壓垮螞蟻了 所以你一定要看到 融資往下降 外資回來買 這個才是正確的一個籌碼的形狀 OK嗎 那今天 我們上禮拜二 因為禮拜二有談到世界先進 對 聯電沒談 結果聯電昨天就出事了 我說出事了 就是他法縮會 開的不如預期 那很多網友 很多鄉民就說 法縮會開成什麼 法會 這不是我說的 鄉民講的 很多網友講的 其實現在很多公司都這樣 為什麼 因為他股價 在法縮會之前 就有沒有先大檔一段了 有 他創了一個波段新高 等於是凡事有人早知道 股價已經先行反應法縮會的利多了 所以他大漲一段了 這時候你在公佈利多 聯電公佈第四季的獲利很棒 超棒 整年的獲利很棒 結果是 昨天早盤一開就跌7%多了 你懂我意思嗎 這個問題就在於今天 股價先反應過 我們反過來說 今天假設聯電是跌跌跌跌跌到這裡來 公佈財報利多 大賺 你覺得股價要怎樣 噴出 最好是這樣 絕對是噴出的 因為人家跌沒有人知道 沒有 這邊卡位一大堆 你就等這個利多準備丟出去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們各位觀眾 你們也許有的人看基本面 有的研究營收跟獲利 那我覺得OK 可是當你發現 一個股價已經先大漲上來 他才要公佈那個利多 那個利多 常常就會出現什麼 利多出擊 我們在我們節目講很多次了 好 那我就看 除了這個消息面的利空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本來我們說投信要看誰 那聯電要看誰 投信 投信這幾天 你看他的法說會之前 就已經怎樣了 轉賣了 這個買是一點點 一點點小小賣這樣而已 已經轉賣了 所以這幾天已經開始轉賣 你看聯電的股價是怎樣 回答 聯電不就是看投信嗎 這天再一路買超 一路往上 開始轉賣就往下跌 那昨天也是來到越軍縣啊 同樣的問題嘛 越軍縣到底 越軍縣是長期支撐啊 到底這邊越軍縣不是有守住嗎 對 能不能接 我剛才有沒有講 我們這一節重點就擺在 技術面你要搭配什麼 籌碼 投信都在賣 你越軍縣要接什麼接 今天後來不就是 又是開高走地下來 對 再來看技術面這裡有什麼東西 控放缺口 所以你要記得 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昨天台股有沒有控放缺口 有 所以你現在檢查 你自己手上那些套牢 你還沒賣的股票 如果他 剛好上面也就是一個控放缺口了 那個 你就要小心了 應該是這樣說 如果你今天是空手的 你手上那些想搶反彈的 比如說之後下禮拜有指點想搶反彈的 你要優先觀察哪個指標 你才可以進去搶那檔股票 看哪一檔股票 先把昨天的控放缺口 他如果有控放缺口 把它補掉 那他就是強勢股 你就可以去搶這類的股票 聽到沒有 如果下禮拜有反彈的話 這樣懂 如果缺口一直存在 即便他打到什麼支撐 都要小心都先不要理那個支撐 OK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世界先進 這個延續我們 上禮拜 不是上禮拜 禮拜二講的嘛 禮拜二講世界先進 下面是誰 投信 投信一路買一路買啊 為什麼 世界先進還會跌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世界先進不是看投信啊 誰跟你講看投信啊 我們禮拜二怎麼講的 看外資 不用看VCR 因為我記得你好像被我揍還怎樣 我們把這張圖是禮拜二的圖 對 不用看VCR 這張圖是禮拜二 禮拜二我是不是畫這個圖給你們看 對 一看我在問說哪一個連動比比較高 上面是外資下面是投信 哪一個比較高 外資 所以我在看外資嘛 對 好那你再回過來看 外資在幹嘛 在賣 連賣幾天 三天了 投信連買喔 外資連賣 那你要看誰 早就跟你講看外資了沒 不就跌下來了 不 你看他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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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這樣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 有很多人會常常問我 老王你說我看投信做啊 可是我一直跟著投信啊 投信一直要我賠錢啊 因為 可能你選到股票 那你講是看外資的 你懂我意思嗎 好再來 看技術面的部分 我們禮拜二 是不是跟你講說他前高壓力突破失敗 對 有沒有講 有 我們來看VCR 這個世界經濟怎麼看 籌碼面講完講技術面 本來是突破前高的型態要衝出去了對不對 對 後來今天台積電重挫 我受不了 整個金元代工都被影響了 今天聯訂也跌啊 全部都跌嘛 龍頭都跌了 你是要怎樣 對不對 跌個一天沒感覺 跌個兩天三天 有沒有感覺 有感覺 一開始 腳被壓到 沒感覺 壓久一點 你就有感覺了 對不對 所以 就突破失敗 所以這樣很明顯 突破失敗了 你要不然就趕快 重新站回頸線嘛 那才能繼續再走漲 要不然就突破失敗 就回來整理了 回來再整理 整理的支撐看哪個地方 你這邊長起來看都在越均線附近得到支撐嘛 對 短暫跌破也沒關係啦 不要長黑或跳空跌破 我認為越均線就是支撐 OK 但如果長黑或跳空跌破 就代表這個突破失敗的賣壓力道有點大 那你就要小心 這樣強側不 嘿 有嗎 所以他 那就下去了 突破失敗 假突破這種回檔的幅度 本來就會比較深 我們過去玩過很多次 假突破會怎樣 增破底 增破底 假突破就增破底了 有沒有 進進破底了 這速度本來就會比較深 OK 以上 簡單把這個晶圓三雄 晶圓代工三雄 來跟大家做個解析 董哥 系晶圓龍頭這幾天也是一直跌 有止跌的跡象嗎 系晶圓龍頭 對 中美金 這個我已經被加法過了 觀眾不用再講 我這邊看錯了 我說投信買 站上去均線有機會再挑戰高點 結果隔天就摔死 我已經看錯了 我們已經加法過了 老王看錯東西很正常 我在跟所有的朋友講 看錯東西一定會有 但重點是我們都事先先分析 對不對 而且我們對的東西大多數 你講那個台股 我說突破失敗 確認失敗 你看連續兩根長黑 對不對 再來我跟妳講一件事情 那我既然 跟你認錯之後 你要看一件事情 既然是認錯 因為他重新跌破 就重新再跌破玉均線了 對 不就轉弱了嗎 然後就跌跌跌跌下來 還有一個重點 投信這邊有買 現在開始是不是賣了 對 這個都賣一點點 那個都不算 這三天 其實賣的還比較多 投信沒有再碰了 就只有買這幾天 然後外資拼命賣 你要想 投信幾乎都沒再買了 外資拼命賣 當然就被賣下來了 就這樣 那我們以這個例子來看 各位觀眾 或是各位會員 我們想一下 小朋友 禮拜三在哪個地方 上禮拜三 上禮拜三 來哪個地方 這個是 5 4 5 4 3 上禮拜三這個地方 上禮拜三 我請會員 如果你手上有持股 你把它出掉 假設你有中美金這張股票 假設有 假設有 我自己出掉 請問他有沒有跌破玉均線 有 投信是不是幾乎都在賣 對 這種股票 老王叫你出掉 你要不要出 出 200%一定要出 我就叫你出了 我說問你好 好出了 兩天之後 砰 上來 還好 還好 我記得我上禮拜 是不是跟大家分享那個叉叉店的故事 對不對 還好沒出啊 怎樣 賺錢 投信還大買 這等要噴到300了 你300我不賣 再來一次 我認錯 我說反正我被騙了 沒有認錯 你這邊沒賣的人 你這邊會再賣嗎 不會 投信還大買 對 投信賣你都不賣 投信大買怎麼會賣 那這一次咧 就下去了 今天已經收152了 今天收的價位已經 已經比 已經比 你這個地方 我本來叫你賣的還要更低了 對 你已經沒那麼好運了 你上次很好運 還讓你反彈 你這次就沒有下去了 這就是我上禮拜跟大家聊的那個 談的那個故事嘛 你小心啊 停損是一種 要養成的機率啊 你一次不停損 讓你糊裡糊塗的賺到錢 第二次 你也會 傻裡傻氣的賠到錢 莫名其妙賠到錢 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喔 這個還有反彈喔 這個 你以為在這裡嗎 我假設啦 我亂講的喔 如果這樣 套在山上 那如果你懂機率 你這邊就 反正老公說賣掉 我賣掉 好上去 好可惜喔 如果沒賺到真的我也覺得可惜 因為我 就沒賺到 可是再一次下的時候 你會不會再賣一次 還是會再賣掉 對 那你就能不能避開這一段 可以 這是很重要的觀念 我很少講心法講觀念的啦 對 那偶爾講一下 你要聽起來 要嫉妒 我順便跟我會員交代 因為剛好這兩個禮拜 就發生了這個事情 對不對 對 在上禮拜五的時候 尤其是貴買大漲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 哎呀老王早知道我就不停損了 短短一個禮拜 瞬間發生很大變化 真的 這就是人生 這就是人生 好 那這個地方回到基因線 大家先看基因線有沒有止跌吧 基因線如果有止跌 就可以做什麼 區間震盪 基因線跟月均線的區間震盪 對 如果基因線破了咧 你要小心 他回檔 回檔的空間或時間就會拉長拉大 要再突轉牆咧 要再把月均線突破 可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這個外資不能繼續賣 投信要回來買 不然所有看到的均線支撐 都不會太有作用 就參考就好了 這很重要的重點 我們今天教的就是 籌碼面你要搭配 看這個就好了 這個叫環球晶 環球晶我們就說 他就比較沒有騙人 因為投信的持股就怎樣 一路在怎樣 他這邊買就不多了 對 不要像中美心這樣騙人 他就一直在賣 他就很乾脆就一路下去了 你這邊不賣 換酒精的人 掌上來你會不會賣 不會 不要騙了 掌上來你不會賣 小編假設你掌上會賣嗎 你這邊都沒賣 你這掌上會賣 不會 所以這次下去你也不會賣 恭喜你620 又要來測基金線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矽晶圓雙雄 已經早就在禮拜二的時候 我就跟你講就跌破月均線了 那跌破月均線就轉弱了 你看跌破月均線你不跑 所以你現在如果你手上有一些弱勢股 剛剛跌破月均線的 假如說剛剛跌破月均線的 或剛剛跌破月均線的 剛剛跌破月均線的 剛跌破了你要跑不好 要 你不跑 你剛跌破你趕快跑 我們禮拜二直播的時候 你看你剛剛要跑 你可以避開很多的風險 對 既然龍頭股跟高架股 這些細菌原子都在整理都在休息了 其他要怎麼好 當然全部都跟著下水 那你就去看 如果跌破月均線 我本來就說這個族群 如果跌破月均線就不要碰 那台生科本來有守住月均線 結果一跌破之後 這兩天就連殺了 沒辦法 因為月均線就是一個 很重要的多方參考 當然如果跌破就變空方了 所以大家要特別注意 龍哥那上週很強勢的封測族群 本週也開始回檔了 該怎麼觀察 好 本週怎麼觀察呢 來看一下 我們講過指標股有兩檔 一檔叫什麼 高架股 6510金冊 一檔叫什麼 日月光討控 這檔之前很紅 那之前一路一路往上往上 這一波我們都告訴大家 因為他是頭戲買超 所以你要沿著什麼操作 十字均線 那你真的是 十字均線就往上 你看十字均線 你有沒有看到這一根 有沒有跌破十字均線啊 有 你是我會員的 會員 我有沒有在這一天 五報跟你講說 日月光已經跌破十字均線 封測族群要面臨回檔 有沒有 有嗎 一定有 好 那就抵下去了 好 就抵下去了 那抵下去的重點 你要注意啊 來到玉均線嘛 又跟剛才聯電台積電 一模一樣問題嘛 離到玉均線 是不是一個好買點啊 就短線來說 可能還沒那麼早喔 因為 他跟聯電一樣 出現一個什麼 空放缺口 今天早上有反彈啊 有封閉嗎 沒有 封閉失敗 他往下跌 所以你一定要記得 你接下來下禮拜 如果真的有台股有反彈 你要去找強反彈的 你要去觀察這個缺口 他的個股本身的缺口 那我們回過後來看 你一定很納悶嘛 為什麼 這個地方 他會那麼容易跌破十字均 讓玉均線沒有手啊 因為關鍵就在籌碼嘛 這邊十字均線能夠有手 是誰在買 投信 我信啊 那這邊投信已經轉賣了 他下去了 當然就容易跌破十字均 容易往下跌嘛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個地方 如果你要觀察 你是不是除了把缺口封閉 還要期待投信能夠回來 要 回來買超 籌碼面搭配技術面 這樣你才是ok的 那指標果轉賣 另外一檔這個金側 金側 這邊是誰在買 投信 為什麼這邊會跌破十字均線 十字均線 變得那麼脆弱 這邊十字均線 附近都可以守住 為什麼這邊那麼脆弱 因為投信轉賣 連賣四天 有沒有看到 那現在只能看約均線 約均線 如果下去 代表他修正的時間會怎樣 拉長 拉長一點 那整個封測族群的 整理時間又會再拖長 就漸漸漸漸多 回檔的時間就會拉長 聽到嗎 從測能不能反彈就看出這兩檔 看了這兩檔能不能在約均線附近反彈 就很重要 簡單帶過用舉例的 因為封測太多了 我簡單舉例一些冷氣股像金材 金材過去 這一波為什麼他鎖住約均線可以再往上 因為我們教過嗎 如果你是外資持續買超的 你看他投信之前買超 他如果可以鎖住約均線就多棒去世 所以你看他最終還是有補漲 這一天早上一度快漲停板 但最後拉了一個長上的一線 有沒有 最近為什麼那麼弱還跌破約均線 各位注意喔 他今天也一樣有個空放缺口 為什麼 因為本來買他的外資 或本來買他的投信 都在幹嘛 買 所以你說均線要不要搭配籌碼 要 所以你現在面臨到你自己的空測 你自己看你自己封測的手上的股票 如果你自己手上封測的股票是 這個 原本外資買的或投信買的 既然他轉賣了 然後他同時跌破約均線了 或跌破十字均線了 你就要特別注意 會不會 好那這過來看 這個我講我會員之前 這不是現在了 之前兩週前的股票 金元電子 因為我們那時候有帶會員去買這個 這個封測金元電子 那你看喔 這個投信 還在一步買有沒有 有 可是他 有沒有跌破十字均線 有 他是今天才跌破嗎 不是耶 是怎樣 昨天 昨天跌破了 你不趕快賣 你早盤也許會覺得說 唉唷 昨天為什麼要賣 今天早上還比昨天價格更高啊 不應該賣嘛對不對 收盤快4%了 昨天要不要賣 要 要 紀律嘛 昨天不就跌破十字均線了嗎 可是你會想的話 投信不再買 我剛才講了 而且我過去教很多次了 十字均線跟投信 兩個必須搭配在一起 不能拿一個走 你知道嗎 如果股價跌破十字均線 你還是要先跑 你管他投信在買超 這個例子之言 在很多地方也看到 圓金上面也看到 就只要跌破十字均線了 就要跑 你不要管投信還在買 投信能撐你能撐嗎 對不對 那如果手速十字均線 投信沒有買 甚至轉賣了 那你就反而要小心 我想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邏輯 所以 封測族群 我是舉兩個 比較熱門的股票 那其他你自己手上的封測 你自己去觀察 他投信或外資怎麼去去買 或是他們跌破十字均線 或越均線 我覺得都是一個 接下來你要不要持有他 或先離開他 一個重要的參考 董哥 嗯 我朋友很感謝 那一天你直播 講的車用 你朋友很感謝我對不對 那天講車用說 很多車用一定有高點 建高點 不要再買了嘛 對不對 沒錯 我跟妳講 哈囉 你朋友還在線上嗎 哈囉 有看到我嗎 在這裡老王 僅代表全國觀眾 感謝你朋友 我們請三鞠躬大禮 一鞠躬 再鞠躬 三鞠躬 感謝 我們認真感謝你朋友 那是你的好朋友 你把他搞成像錄鏈一樣 只有四喔 告別四 是不是 全國觀眾感謝你這位朋友 在 一兩個禮拜前 我忘記了 因為他一個禮拜前 有一集直播 他居然問了小編 好想買車用 能不能賣 能不能追 我們當時又說 每次你朋友 上次問那何一 後來問了泰金堡 現在問車用 還好拯救全國觀眾 真的還好 還好 所以下次我跟大家保證 下次他朋友 這位朋友 小編的朋友 有什麼股票想買的 我一定第一時間 通知全國的觀眾 好不好 大家避開 趕快避開 我很懷疑 你朋友們自己跑去買台積電 對不對 我很懷疑 好啦 車用怎麼看 車用其實在這一個禮拜 還是有少數 我講少數 你不要以為沒車用 少數的車用 有大漲創高 少數 創高之後也是做拉回 我們先看 第一檔比如說這個同志 同志過去我們在節目講很多次 他是指標股對不對 車用的指標 年底 去年的年底 2020年的年底 就是因為同志這邊大漲 所以才有車用 後來整個一月份上半月的飆漲 所以他指標股 那我們說過了 指標股這場同志要看哪條均線 十字均線 大家看這個 我特別把這個圖找出來 因為我們說 這個地方有投信的買超 所以同志要看十字 你看 十字均線震盪半天之後 果然又在創高了 那這種本來就會強勢股 就是他十字均線可以守住 本來就強勢股 大漲再創高 拉回 現在怎麼看 如果你看均線的話 當然還是看十字均線啊 他指標股很重要 因為 指標股可以漲的時候 有些 車用已經在 往下跑了 那如果車用的指標股又回檔 那整個車用就是 你套在高點 自己要 自己要小心一點 你就要小心 會不會從一月套到十二月 我亂講的 怎麼看啊 你看均線當然看十字均線嘛 但其實他有一點危機感 因為他在最高檔的時候 因為他這邊被關禁閉嘛 然後關出來這個 最高檔的時候 爆了一個波段的大量 超過三萬張 爆了波段大量 我們說高檔爆大量是怎樣 凶多吉少 那 彈書 大量低點要守住 他今天已經跌破了 對 他要是遲遲站不上這個大量低點 這十字均線是有可能失守的 你要特別留意 好就算站上大量低點又好了 又怎樣 大量的高點是不是壓力 是 所以他可能最好的情況 就是在這邊做盤整震盪 好 那本就 轉路整理了 他要能夠把大量的高點給他突破 才會怎樣 再來一波 這個短期難度比較高 短期 就幾天內 如果幾天內他就高上去 過了 突破 站上 我們就來加法處罰老王路 好不好 但是如果沒有 我說他如果站上大量低點 就在這邊做震盪 如果沒有站上大量低點 未來就往下跑 所以要特別注意 也就是說 高檔 台積電 就是高檔爆的最大量 對不對 對 然後你看這個禮拜連跌 他現在高檔爆大量 所以大量低點很重要 好 再來 我們看 其他的車用 像車王電 車王電他營收非常好 我們在上次禮拜二的直播 我們跟大家講 不是這禮拜 上上禮拜 我們跟大家講 他這個前高 這個高點壓力出現 大家有沒有印象 然後你看他有沒有回檔 有 從你朋友問的那一天在這裡 從你朋友問完之後有回檔 回檔震盪之後 他守住哪一條均線 十字均線 我們上次有說車用的個股 觀察十字均線 如果可以守住 他就代表他強勢 跌破他的轉弱 他守住 所以他再次創高 那怎麼看呢 你要看十字均線也可以 那如果你要看這個頸泰學 前高壓力過去沒有 過不了就回檔 那現在突破噴出 所以短線就看這個頸線 跟十字均線這邊的雙重支撐 OK嗎 如果 一根長葉這樣 灌破 那就短線就game over了 就要休息了 因為漲太多了 現在兩個支撐在這個地方 好啦 大概就這樣 車用的強勢骨 大概就這幾檔 就 叫得出來的 小支我們不講 大支就銅字跟車王電 對 人家這兩檔都有被關進幣 所以人家很強 那我們看沒被關的 佳琳 還記不記得那一集直播怎麼跟你講的 我是說我發現佳琳的高點在這個地方 對 已經過不去了嘛 大家有沒有印象 你朋友真的 你朋友問的那天在這 是不是 還在這 忘記了 就在這邊了 沒有漲 但還好 它還沒跌 跌不多 跌不多 為什麼 因為它還有月均線守著 它真正會出現一個比較大的回檔 會出現在哪個地方 注意 月均線不能跌破 月均線跌破就 回檔就會比較大 因為它撐很久了 對 是要補跌 還是要抗跌補漲 就關鍵看月均線了 大家看倉佑 這個 我現在講的都是那一天 小編的朋友問完車用 我在那個節目跟大家解釋的一堆車用 倉佑也是 欸欸欸 這邊 沒有高點了啦 今天又破月均線了有沒有 何大 那一天節目也有講 我們說它這邊高點壓力出現對不對 欸有沒有回檔 有 還是有回檔喔 講完真的還是有修正喔 結果好死不死 碰到月均線喔 月均線支撐嘛 就在反彈嘛 它還給你過一下高 高點有沒有突破成功 留了長上一線 沒有突破成功 不突破不打緊喔 不突破還可以撐在這喔 一突破 突破失敗 哇今天這根黑K 霸氣 那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當時的位置 有漲嗎 沒有 你做短線當然有賺錢 我說這波段 你就一直抱著著 沒賺錢 所以我想跟大家講 這麼多車用 或是冰山一角啦 你可以繼續看什麼 以勝KY啦 以勝KY今天也是長黑喔 還有很多車用也相關的啦 你去看 就是說 當市場很熱的時候 當小便的朋友都來問的時候 以後你真的要警覺 再來看 這個比較強的叫茂連KY 這比較強 為什麼他比較強 因為他跟同志一樣 有誰在賣 同性 同性到昨天還在大買喔 昨天台股大跌喔 他還在膽 所以他今天還是比較強嘛 對不對 對不對 他過去一路就是沿著哪一條均線 是 所以如果你持有像這種類似強勢股的 車用的 小數那些強勢股的 請你就看十字均線就好 然後看他們的投信買超 有投信就看十字均線 但是你要特別注意一點就是 茂連這邊有沒有高點 有 我們也可以像我們上次的車用一樣 他這邊也可以畫一個高點連線啊 大家下次要再大漲 當然短線支撐就看十字均線 大家下次要再大漲的話 就是把這個高點過去啊 如果過不去 你也不用太過積極 你聽得懂我意思嗎 高點過不去的股票都不用太過積極 那如果能過 如果能過的話 你再積極一下 那我覺得OK 那聽得清楚啊 好啦 大概就這樣啦 我把車用幾檔 比較強勢的拿出來講 不過強勢的 有兩檔今天也轉落了 你要自己去判斷他的支撐在哪個地方 那如果本來就轉落了 有些車用已經跌過去均線了 那你就要特別 小心還是要留意啦 好董哥那不免輸 你今天還是要持續追蹤一下貨櫃航運 聽說今天雅民好像有點不一樣喔 雅民有不一樣 對 各位觀眾 我今天有不一樣嗎 我今天有沒有不一樣 今天 怎樣 特別 講不出來 離職單寫一寫 特別的高大 特別的帥 特別的帥 你沒有這樣 現在不是又流行這樣 我真的想把小編給辭職 好不好 過年前了等你吃個甜 好不好 好不好 楊民有什麼不一樣 喔 連這種老王 問老王有什麼不一樣 講不出來 就不要帥啊 這樣想半天 對不對 這首 楊民有什麼不一樣 有一首歌叫 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你有沒有聽過 不是這首啦 是我們不一樣 你後面就不會唱 不會 你本來就唱再一句了 觀眾都說不要亂唱 我們不一樣 對不對 楊民哪裡不一樣 楊民今天大戶 楊民今天主力在給你打PASS 打什麼PASS 87是你 白七是你 不要這樣 你是白七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意思 在12點49分的時候 突然 突然 連續的大單 今天是一路跌的 對 似乎在告訴他 我放棄這張股票 我覺得你們是白七啊 因為他講怎樣 是白七 好奇怪喔 通常大陸在丟單 不是487耶 你如果看看面板股 那些滑幫店那些 如果再跌的話 大型股啦 都是499 499的啦 494 499 499 一直殺的 這真的很特別耶 這應該是有交代音樂員說 你就幫我下487 487 487 對 那他在講什麼 他在打什麼暗號 你現在在船上的 四北七 四北七 是這樣 還是他說 我是北七 到底誰是北七 對不對 反正就是一個神秘的暗號 四北七 大家可能看不清楚 我們在放大 你把這個放大 有沒有看到 4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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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如果這也是486 我就覺得 他是砸錢來廣告的 你知道嗎 我就覺得 喔 花那麼大的手筆 砸錢來486 廣告 不是不是 487 487聽起來就 不太好聽嘛 是白痴 好像在取笑 四百次 四百次 那到底是不是北七 我們可以看看 我們以長榮來做個例子 其實就是我那個口訣嘛 會不會航運還在解什麼 你是我觀眾 我禮拜二的順口六 不是很棒的嗎 對不對 跌破右軍線 基軍線支撐反彈 基軍線支撐反彈 越軍線如果不過 再測基軍線 基軍線跌破 崩 對不對 對 就這樣吧 跌破越軍線 測試基軍線 基軍線反彈 越軍線過不了 再測基軍線 基軍線跌破崩 對不對 那如果基軍線守住 就再測越軍線 突破越軍線 漲 就這樣吧 那我一個重點就是 我們是跟大家講多 我們講幾集的 兩三集以上的 說 他一跌破越軍線之後 就會形成一個什麼 四個字 區間震盪 對不對 一直告訴大家就越際軍線 上禮拜五的航運股市超強 對 我是不是不想講 因為我說什麼 大漲的時候大家都在講 每個人又航海王了 對不對 我不幹這種事 所以今天跌我一定要講 對不對 對 我講過了 我跌不是看多 不是我跌就看多 我是要告訴你 你要怎麼去看它 還沒有還在區間 有嗎 基軍線還沒跌破 戰陣比較危險的情況出現在哪 基軍線如果跌破 就會很危險 我們以長榮做舉例就好 因為萬海跟陽明就一樣的線型 那你還記得當初我們這一波 貨櫃航運 我們一路告訴大家短線看五日 它的慣性支撐長榮 那波段看那一條 十日旅線 我們是在這邊 直播每一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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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講 而且每一集都告訴大家五日十日 對不對 對 基本上大家這一段都有當過航海王 而且可能當很久的航海王 因為每一集都有講 到這個地方 我們是告訴大家 它跌破了五日 跌破了十日 這一根長黑 跌破五日十日長 對不對 這一根跌破 這一根先跌破五日 那這一根又把五日十日再次灌破 我們說你要小心喔 已經跌破五日十日了 對不對 我們來看當時的VCR 所以整體貨櫃航運三雄都還在反彈階段 並會反強 有沒有看到並會反強 空手想介入的會員可以怎樣 多多觀察一下 好啦 說清楚 兩句話值千斤 昨天 長榮是不是上場 萬海是不是上場 陽明昨天是不是反彈 大家都談了兩天喔 對不對 市場上五日禮拜我才講 什麼很多報告 看到2025年的獲利 我給你們拜託 貨櫃航運費每週一條的 你給我看到2025 怎麼可以這麼想像力豐富 對不對 不要看那麼遠 看近一點就好 你也不管基本面講 看技術面 所以我對我的會員就交代 結論大家看到了嗎 請多觀察空手想介入的 你可以先賣摸 那今天就跌了 對不對 我又沒有看掌去說掌 對會員 當然我們直播只有25 所以我沒辦法每天跟觀眾講 但是你看我的會員 我的確在五報上面就跟大家講 先不要衝動 因為長榮剛剛好打到五日均線而已 你要看接下來的兩天 就今天關鍵就怎樣 跌破了 那今天連五日十日都怎樣 跌破了 我是有結論的 我是有結論的 再多多翻查 我不是沒結論的 那今天跌破了 你今天連十日卡 現在連十日都跌破了 代表什麼意思 連波段的制裁也跌破了嘛 五日十日都跌破了 那就是轉弱了嘛 嘿 有沒有 我已經跟你講 我就講過 我不會告訴你在這邊要放空啊 我不是這種個性的人啊 因為我們是順勢的嘛 我們是看均線 均線不可能帶你賣最高 買最低啊 但是它可以讓你在相對的高點 讓你可以落跑 我說這邊喔 這個反彈不要急的接 因為這個 都還在反彈的格局 你看這樣這樣來回 我差一點點 對不對 那就更不用講 我們說跌破越軍線之後 就轉弱就是要盤整區間 就要區間震盪了啦 所以接下來重點的 後貴航運股 各位 請注意 軍線不能跌破喔 一跌破 可能就還要再修正一下子 所以我這邊一直跟大家講嘛 你空手要不要急著接 不用 等到什麼時候 重新站上 越軍線 有沒有站上 沒有 就這樣 董哥還是有很多人敲碗說 想要問一下太陽人族群 可以幫我們看一下嗎 現在還有人要問太陽人 對 現在還有人要問太陽人 來來來來 誰要問太陽人的 出來 出列 就你 對就你出列 不就你要問的嗎 好 現在還有人要問太陽人 你知道太陽人多久沒出現在我們頻道了嗎 好久了 你要記得各位觀眾 那個族群很久沒有出現在老王的直播 那個就代表他非常的弱勢 連彈都不需要彈 援金今天破底瘦最低 這還需要彈嗎 沒有 這種叫彈什麼 這種如果你套牢就抱著啦 什麼 弱勢骨套牢抱著 不是啊 不是啊 你聽我講嘛 你 你已經 你已經 我已經不知道怎麼處理了嘛 哈哈 你已經知道我為什麼 你就只能等於我反彈來處理了嘛 對 你已經套到 你不知道怎麼辦了嘛 太陽人喔 我們在之前最後跟大家講過的時候 我們就跟你講 圓金 太陽人族群 這個像有站在月均線上不能跌破月均線 更何況 他把基金線跌破就代表確認轉弱 有沒有 跌了嘛 基金線生命線啊 那你現在看到這個例子喔 太陽人圓金 跌破基金線 這樣喔 喔 再停下來點回來長龍喔 你會怕嗎 會喔 這基金線喔 剛才更早之前有中美金 要不要點一下 環球金 這樣喔 所以 基金線有一些族群跟個舞 現在已經碰到基金線 你要注意 有守住就ok喔 沒守住要 但有沒有可能跌破基金線往上的 也是有 可是我想你要先避開嘛 你寧願等它站回來嘛 你聽得懂我意思嗎 阿不 你如果這邊不慢 你想不然它會假跌破對不對 對 你慢慢想 你慢慢睡 就下去了 慢慢想 你慢慢睡 就下去了 那圓金是不是我們過去講指標股 對嗎 所以大家就跟指標股都跌了 大家要期待什麼 所以我剛才想你那個銅子 那個龍頭 車用銅子你不讓它跌喔 嗯 龍頭如果跌了 指標股如果跌了 你其他要小心喔 其他已經很多長不起來了喔 那之後回檔你要小心喔 那再看帽底 在這邊我們只能跟大家講的 我們一直跟大家講 它是站上越境線有機會反彈 但是 上面有一條什麼 季軍線 季軍線 季軍線一定要能突破 這個我不用播VCR 因為你們看過VCR 看過兩三次了 你看它有沒有突破季軍線 沒有 長黑收最低 聯合再生 有沒有突破季軍線 沒有 沒有 國碩 有沒有突破季軍線 沒有 你是我觀眾的 太陽人我們早就叫你們避開 對不對 我們說 這邊的反彈一定要突破季軍線 以才能去看多太陽人 對不對 這一定有講的 YouTube的臉書 那YouTube的影片都沒有刪掉 自己回去看 好 那破底 所以看老王直播 不見得能夠讓你賺到什麼大錢 說實在是這樣 但是你可以學到很多操作技巧 操作觀念 還有一個重點 你可以避開很多 正準備要下跌 或是未來要大跌的族群 我可以帶你屈其必修嗎 那至於你是會員更不用擔心 會員這一波大跌 有持股以上的 999 999的會員呢 是一檔股票都沒有 所以完全不會受傷 2599一檔股票 那一檔股票 是波段研究的股票 我在禮拜二 禮拜二台股大跌的時候 我叫他們去買進 推薦他們去買進的 這兩天 禮拜四跟禮拜五 加起來幾乎沒跌 可能還小漲一點 這是我會員目前的績效 台股跌成這樣 我會員的績效就是這樣 請問有沒有趨吉必修 有 對不對 那如果是一般的 99、399的 他們多數也是保持空手 或者是三成以下資金 甚至 而且是指出不盡 對不對 基本上整體會員 大家 我看最近大家 反應都還不錯 蠻開心的 甚至感謝 躲過了這一波大跌的風險 那這就是我能做的 你看直播 就是要做這樣的事 我們台沒有名牌 對不對 沒有名牌才可貴 我們下禮拜再見 拜拜 我們會不會 消滅 對 但是我們會不會 是不是 我們會看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